我国昨天通报208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目前累计26,143宗死亡病例 过去7天平均每天88人死于新冠肺炎 根据卫生部COVID Now网站发布的新冠数据 在208宗死亡病例当中 64宗是属于松苑前死亡病例 累计5,232宗 小兰儿出现反弹趋势 通报76宗死亡病例 高居榜首 其次是柔佛和槟城30宗 至于其他邦州和联邦这下区 沙巴报22宗 吉打12宗 吉兰丹9宗 霹雳8宗 登加楼7宗 彭亨布里士和吉伦坡4宗 沙拉越则有2宗 另外目前有978人在家务病房抢救 其中565人需要依靠呼吸辅助器